沙田最近开了一家五星级新酒店 想不想知道他们的酒店铺飞有什么食物 想就一起去看看吧 Hi YouTube 我是Ryan 最近在沙田的玄康街 开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帝日酒店 酒店里的餐厅Alpha House 有得吃铺飞 这个酒店自助餐原价是七百多元 不过开张期间就有七一折的优惠 年加一的话大人最便宜四百九十八元 小朋友就是三百二十八元就吃到了 就这样看价钱就不知道是否值得了 所以我们就率先去试吃了 看完这条影片的介绍想吃的你们呢 就在下面infoam box那里 按一条link就找到这个优惠的详情了 七天的位置和Lobby 同层 在门口的位置有个甜品柜 把这些精致的蛋糕 而当日就有巧克力巴尼 迷你吉士脆筒 南梅芝士蛋糕 白朱古力红梅慕士蛋糕 和芝士蛋糕 不过要数到甜品区最特别的食物 就一定是这个自家製的意大利冰糕 除了有基本的环拿朱古力 当然还有鲜果味的芒果 蜜瓜 和士多啤梨 走进去就有另一个甜品区 新鲜的生果就放在这里 而生果区的对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海鲜区 长脚蟹蟹 冬虾 龙虾 面包蟹 比翠螺 这里也会有 而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生蚝食 海鲜区的对面就有即开生蚝 而我们当日就有美国生蚝食 鱼山首先都在这个位置 三文鱼 带子 吞拿鱼 油甘鱼都会有 寿司方面虽然不算太特别 不过都算精致 旁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流水面机 你可以自己选择桥纹面或者乌冬面 再放上这部机 之后加上这些自酸配料就可以吃了 而在对面就有个沙律巴 可以自己拌沙律来吃 当然也会有些做好的特色沙律给大家自己选择 吃到差不多都是常常吃热吃 餐厅里真的很有诚意 他们做了一个日式专区 就像这个日式串烧区 一串串的慢慢烧好 例如有日式烧鸡翅 鸡软骨 还有羊架 平时出去吃日式烧烤真的不便宜 来这里吃自助餐的话就吃够半了 旁边还有日式铁板烧 有即煎的铁板牛扒 还有煎鸭肝 最后当然是有日式名物天赋罗 日式专区已经很厉害了 想不到西式都不惹小 有只做的披萨 大大的披萨炉就在这个位置 还有烧骨头把 烧羊腿 即烧鱼豬仔 连中式片皮鸭也会有 蓝鲜梅如果不够饱的话 还有山滚粥和即煮的粉面 来到沙田当然是吃沙田乳鸡 还有其他熟试给大家选 饮品方面 咖啡茶也有供应 而当日还有几款特色的特饮是给大家免费喝 就有荔枝红茶 金吉柠檬特饮 这次的影片来到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觉得500元的质素绝对是合理的 而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酒店的位置比较偏远 距离最近的地理站 7-5站或是第1城站 大概需要步行10分钟 不过对于来吃铺飞的你们 就可以运动员先过来吃了 都值得的 好了,想吃的朋友可以在下面infoam box 按进去订桌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旁边的小钟 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 哪里有新的铺飞和最新的优惠 这次结束了,拜拜